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就完事了啊 来 还真及时啊 拿杀肉30分钟不上的话是不送到菜什么的 对吧 行了 书组 咱说啊 书组它也是一种储存方式 它也是个引用值 这个书组呢 它也有很多定义种方法 咱研究这个东西先说它定义方式啊 咱对象有几种定义方式 对象有几种定义方式 第一种叫字面量 对吧 第二种叫构造函数是不是系统自带的 然后第三种是咱们自定义的构造函数吧 是不是还有第四种构造对象方式 叫object.create 对吧 好多种啊 书组呢 就两种 第一种定义书组的方式叫书组 字面量 书组字面量 就直接这么写就完事了 能懂意思吧 第二种定义方法是书组 是一个构造方式 构造方法定义来书组 这个构造方法是系统提供的 能懂意思吧 所以说咱们书组能用的一切的方法 全来源于 array.prototype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因为书组是这个array 它构造出来的嘛 即使你写一个字面量的形式 它也相当于new的一个书组 能懂意思吧 这是一样的 所以书组的所有方法 全来源于array.prototype 针对于这两种方法 我分别举一个例子 第一种方法呢 就你写书组 那你直接写就好了 里面你想写啥写啥 你换句话说 你不写 你说成哥 我光写几个痘号行不行啊 这算不算报错呀 不算 比如说你现在你写一个痘号 写一个痘号代表什么呢 写一个痘号代表 你把这个书组 拆分成了两位 书组里面有两位 只不过这两位都没有值而已 没有值的话 这两位就都是 undefined 是不是undefined 成 怎么称一呢 来俩试试 好吧好吧 咱这样 一 痘号一 因为纯写那个痘号啊 纯写那个痘号 现在没有意义 咱这样一痘号一 你就会看到啊 一undefined 一 然后呢 就是如果你写 你写俩多痘的话 你看什么 虽然说从来没有这么用过 咱看一下 写了多号的话就俩 这你就记住了 没啥用啊 没啥意义 就是反正你单独写多号的话 它是有这个 它会给你添加里面的一些味的 没事吃吧 无所谓 无所谓啊 没事我说一下啊 上课吃东西没事啊 上课吃东西没事 你喝点水吃什么东西 你饿的还不吃东西吗 对吧 你说你挺的多难受啊 对吧 抓耳挠塞的 千万别委屈自己啊 千万别委屈自己 只要你上课 别磕瓜子 什么都行 对吧 真的我饿了 磕点瓜子 这是这个 数组词面 听我说 数组词面量 就这么来定义 就是里面 如果 我说了 如果你里面 你多加几个痘号 真的无所谓 这种叫稀松书组 也就是书组并不是 每一位都有值的 叫稀松书组 能懂我意思吧 稀松书组 无所谓的 都可以用 那现在看 是把安迪范子乘三 我写了几个多号 四个多号 是不是中间隔了三位 对吧 一二三 中间隔了三位 中间隔了三位呢 那他这三位 也算数组的长度 比如现在数组长度多少 七吧 七吧 是不是有六个多号 就七位吧 六个多号七位 那数组 AR.Lance 是不是就是七 对吧 就是你写多号的话 也算隔开了 都行 然后你可以给每一位 去复制取值什么的 这也先不说了 操作一会来说 然后接下来呢 另一种方式叫new array 这种方法 咱看着比较陌生 其实也没那么难 这个new array 你可以给这个array里面 去传参数 比如说传 一二三四五 就是这样吧 那这样的话 一打印出来 它和这样的数组 是不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括号里面 你也可以添东西吧 懂我意思吧 就本质上和刚才 写字面量的形式 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有没有真实的区别呢 有 但基本上没有啊 有那么一丁点 这一丁点就是 如果你给这个数组的 第一个参数 只给它传一个参数啊 你给它传一个十进去 那这回 它就和单独写数组字面量 不一样了 咱看arr1 arr1是不是就数组十 里面一个数组 里面写十呗 对吧 就这样 arr呢 现在是长度为十的 稀松数组 也就是每一位都没值 但是它长度确实是十 能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 你给这个new array的 里面传参了 并且只传了一个参数 它就会把这一个参数 当做长度 而不是第一位的值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它俩唯一的区别 ok不 这是它唯一的区别 假如说 你想 假如说你想创建一个 长度为十的空数组的话 那只能这么创建 懂我意思吧 只能这么创建 就这块写东西 由于这一个小的区别 引发了一个矛盾 比如说 咱们在这里面 写一个十点二 是啥意思 这个数组的里面有一位 数组长度是一 对吧 第一位的这个数值 是不是就十点二 你要是给它写十点二的话 这个就会报错的 看到了吧 他说 你这个lens是非法的 是超越边界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给我这个第一位传个小数进来 但是咱可能有时候理想 我想让你个数组只有一位 第一位就是十点二就完事了 但是他识别不了 能明白为止吧 他识别不了 千万不能写小数 第一位 就是new array 千万不能写小数 他认为这是十点二个长度 这不合法 是吧 这不合法 只能签整数 好了 这是他俩的一个区别 数组就这两种构造方法 没有第三种 你要是强说的话 也有 你单独执行这个array 空执行这个array 他会返回给你的数组的 那这就无聊了吧 这个 没必要去这个吧 对吧 能不能返回 能返回数组的方法多了 那没必要 但官方扣造数组 就两个方法 一个是自明量 但是推荐大家 无论是对象 还是这个数组 推荐大家 使这个自明量的形式 除非是你有什么特殊情况 对象你要加个什么什么 圆形啊 你要批量生产 才写过到函数的吧 你要单独写一个的话 是不是word就完事了 word有什么东西 直接等你自明量 OK了 然后我看往下写 数组的读和写 咱们JavaScript数组的读和写 是极其的松散 基本上是没什么 可以报错的地方了 听我说 咱们 咱们JavaScript里面 这个字符串 这个数组的读和写 基本上是没什么 可以报错的地方的 你换成其他语言 这个数组 比如说你定一个十位 这个数组长度就是十 你访问他第十一位 肯定出错对吧 他告诉你数组越界对吧 在JavaScript里没那毛病 这是不是一个数组 来咱访问 数组的第十位 有吗 没有吧 没有他告诉你 保存一下 来看 这样 我刚才没保存 我刚才没保存 他不可能报错的 保存 是不是安定犯的 安定犯的吧 不可能报错 因为数组 我跟你说 在JavaScript里面 数组你想让他报错 除非是你引用了他没有的方法 他告诉你 什么什么方法 s 挖起饭的对吧 否则的话 几乎是报不了错了 几乎报不了错 你说没有第十位 那他打你安定犯的吧 我跟你说 为啥他几乎报不了错 JavaScript里面的数组 是基于对象的 比如说一个对象 你问object 你有十的这个属性吗 你有属性名为十的属性吗 他说没有啊 没有就告诉你 安定犯的呗 能懂得意思吧 他和对象里面 对象里面 你也可以给他属性名 起个十 这是无所谓的 这是无所谓的 这是行的啊 那你问他 你有十这个属性吗 他说没有啊 数组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对象 它和对象本质上 没什么太大分别 能懂得意思吧 所以在数组里面 你问他 你有一个十的属性吗 他说没有啊 那个安定犯的呗 而且啊 你看取值是合法的 只不过没值而已 负值行吗 负值也是没问题的 保存一下 是不是给他第十位 直接负值 那他现在原来是空数组 给他直接第十位负个值 那他就会把数组给称长到 称长到第十位 换句话 称长到第十一位吧 就数组第十位是这个第十一个 对吧 称长到第十一个吧 前面十个安定犯的 然后那块有个十 那接下来这个数组的长度就是 十一了吧 所以就说 扎尔斯的数组 几乎没有什么可报错的地方 能懂是吧 就是怎么操作 你怎么玩都可以 没毛病 怎么玩都行 能懂是吧 怎么玩都行 所以啊 什么这个一出读啊 他说这个不可以一出读 我说的意思就是 只是结果是安定犯的啊 安定犯的是结果 结果是安定犯的 就是什么都可以一出啊 什么都可以一出 就无所谓的 这是扎尔斯会的数组的一个操作 说不用再举什么例子吧 对吧 OK吧 接下来才是今天 数组的一个重点啊 讲数组的几个方法 李小陈啊 书组呢 分为那么几种方法 来我说一下 书组的方法 其实这么归类还不太好 书组的方法呢 分为 ES3.0的方法 ES5.0的方法 ES6.0的方法 这个ES啥东西 我讲过吗 ES 咱们JavaScript分为三个部分 EC MAScript DOM 和 BOM 我跟你讲 ECMAScript 就是那个Brandon Eats JavaScript作者 他创建的GS 能懂得意思吧 而这个DOM和BOM是什么呢 DOM和BOM也是他创建的 但是不是完全他创建 他只不过给出了一个规则 这个ES咱都了解 咱学的一切 现在这个东西啊 都是ES啊 什么数组对象 原型这个东西 都是他创建的啊 这个DOM呢 是通过JavaScript 可以操作HTML了 这个BOM呢 是通过JavaScript 可以操作浏览器了 他只不过Brandon Eats 是给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标准 由各个浏览器厂商来补充这个方法 能懂得意思吧 各个浏览器厂商又丰满了GS的另一部分 而结合起来成成了一个全新的GS 能懂得意思吧 所以DOM和BOM是由不同的浏览器厂商 结合了同样的ECMAScript 结合出的一个JavaScript的产物吧 所以每一个浏览器 在BOM和DOM身上 有可能有细微的差别 比如说我是谷歌 谷歌说了 也就这么写这个BOM 我就这么实现 我就和你爱意不一样 你能把我怎么样 能懂我意思吧 其实后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咱们JavaScript的兼容性 全出在BOM和DOM上 这个DOM还好 DOM各个浏览器 还算比较给这个标准组织 比较给这个DOM标准这个面子 包括W3C标准 还算可以 基本上大家实现的方法 都差不多一样了 只不过有的时候不那么兼容 现在基本上顶级浏览器 比较新的浏览器都一样了 这个BOM 那基本上就是全部大家都不兼容的 因为你想一个问题 BOM是不是操作浏览器的 就是浏览器提供一个接口 让它操作自己 那每个浏览器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浏览器不一样 每个浏览器给出功能 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浏览器 它给出的这个BOM 它实现的这个方法 那就五花八门的 所以在学BOM的时候 你就觉得非常头疼 我的天 怎么每个浏览器都不一样 幸亏BOM在实战开发中 占的比例比较小 因为开发者 一般这个公司要求你开发者 不允许随便的修改浏览器 除非你是保存什么历史记录 查看个地理位置什么的 否则BOM是不允许用的 这个BOM强大到什么程度 它能把浏览器关了 开启个新的面 关浏览器 打开谁的面都可以 一般它不允许你开发者 留这样的一个权限 因为太强大的会不行 你这样给用户造成恐慌心理了吧 光当打开页面 把你整个浏览器都关了 然后把你原来历史记录一顿掉 往来给别人发邮件 你看看他保护什么网站 这多吓人 对啊 现在咱们学的是ES 咱们现在的部分 没有什么建设性 我从来没说过什么建设性 这个方法 这个浏览器能有 那个方法不能用 是我从来没说过 过两天讲BOM 后天讲BOM的时候 就可以有这种问题了 这个ECMA Script 它有个发展历程 发展历程是从1.0 一直到咱们现在的7.0 7.0这个标准刚刚通过 还没有市场投放呢 现在咱们最新的版本 我先说一下 从头说吧 1.0废弃了 2.0没有用 3.0是最标准的方法 咱们之前学过的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之后学的一系列东西 都是基于3.0的 比如3.0是一个最基础 最全面 最强大的一个通试版本 5.0是在3.0的基础上 加了几个方法而已 能懂你是吧 加了几个新方法而已 还并不是所有浏览器都好使 这个并不是所有浏览器都好使 不是说因为谷歌好使 IE不好使 跟他没关系 是新老版本浏览器的问题 新版本浏览器 它有ES5 支持ES5 老版本它还没升级到ES5 能懂你是吧 比如说IE5.0 6.0 那时候还没诞生ES5呢 能懂你是吧 是一个新老版本的一个不兼容问题 然后6.0是在3.0和5.0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一些新方法 咱们现在6.0是一个最新最强大 换句话说最飘逸的一个方法 就是它这里面的东西 很飘用的 很飘 咱们后期会有单独的ES6的一个方法课 那是在很后期了 因为ES6很难 咱们必须把这个东西夯实了之后 才能学ES6 然后ES5 咱们上课的时候就顺着讲 现在咱们讲的就是ES3 包含ES5的东西 就是ES3和ES5都讲了 有一些方法 我就不给你区别是哪个ES3和ES5了 没必要 然后咱们今天讲的书组的方法 都是ES3.0的方法 听说 今天讲的书组的方法 都是ES3.0的方法 ES5.0里面还会有几个方法 那个咱们后期再说 3.0的书组的方法 是书组最重要的一些方法 完续 最重要的一些方法 接下来这几个 然后把3.0的方法分成两类 一种是可以改变元素组的一类 一种是不可以改变元素组的一类 咱安类一下 给6号 就这么几个人都在我视线里了 我跟你们说了 诚哥讲课我从来都不需要备课 都是现场发挥 所以不需要备课 我就不需要从脑子里回忆东西 所以那部分脑子就可以观察你们 这个老师强大的地方 我觉得我讲课这么长时间 我最自豪的地方不是说这个东风贝克 我最自豪的地方练成一个本事 一般人不能一边手写代码一般说话 而且说的还不一样 是不是一般人不能 你回去要不然你自己试一试 一边和你同学撈 不是一般和你这个一般一般和你室友撈壳 一边一边撈代码你试试 你看能不能肯定不行啊 这个一心俩用挺有意思啊 说这个美国有一任总统特别了不起 谁来着好像挺出名的一个人 杜鲁门吗还是谁啊 能左手希腊文右手拉丁文一起写 很厉害吧 行了讲课讲方法 我知道你们也能 左手是键盘右手是鼠标对吧 来看啊 第一个方法push 听说这是个书组 书组是引用值 它可以访问方法的 这个方法是他自己的 不是说什么包装类的 然后咱给这个书组加了一个方法叫push 就是第一个方法叫push arr.push干嘛的呢 push干嘛的 往里面放东西的吧 往里面装的push这个东西啊 我push一个10进去 一回车 打印你知道它返回的是啥吗 返回的是书组的长度吧 原来书组长度是不是零 现在这个书组看一眼 是不是里面就10了 然后再叫这个书组再push 再push一个11进去 这个书组就变成 10和11了吧 再push一下 我给它 我给它清掉 来再push一下 在基础上再push 再push个9进去 是不是这个书组就变成 10 11 9了 那push是啥方法 往里添加数据的方法吧 添加任何类型数据都可以 在哪添加数据 是不是在书组的 最后一位添加数据 是不是在书组最后一位添加数据 对吧 而且可以添加几位 push就能添加一个吗 没有 你看我刷新 我刷新了 速度制空了 刷新 123456 还可以同时添加 能弄一是吧 怎么添加都行 这个方法特别的强大 能弄一是吧 这方法特别的强大 那行了 讲push 我们想把这个东西讲的 再怎么举例子 没必要 咱们来一起写一下push方法 听说 咱们一起写一下push方法 是不是这次都学完了 对吧 咱一起写一下push方法 push方法应该在哪 array点 prout to type吧 是不是才有个push 咱不影响它 咱写个mypush 咱就写一个push 看能不能覆盖它 看这个系统给不给咱全线 咱写一个 试试啊 还能带出哈哈对吧 arr.push 空执行 能覆盖吧 能重写 能重写 好 咱在这基础上写完事了 来吧 咱写push 需要加 是不是push是需要往里面放东西的 要写行餐吗 要写行餐吗 是不用还是不能 你说你写行餐你写几个 不知道吧 他是不是可以无尽的传对吧 所以不能写行餐吧 不能写行餐 咱只能用 arguments对吧 arguments 那arguments怎么办 怎么写 里面思路是啥 思路是啥 咱说了 push 是把这个里面的数据放到数组的最后一位对吧 放到最后一位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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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数组里面有俩东西了 我现在要往里面push一个3进去 这个3应该在哪 在数组最后一位吧 数组的最后一位咋表示 你告诉我 arr.r啥 arr几 告诉我arr几 还有3的 arr二吧 是不是012这么来的 2是啥 2是不是lanse 比如现在 我再给你个3 现在要给他加个4 我这里面添几 添3吧 是不是能感觉出来 要往数组的最后一位添东西 就是往他第lanse位添东西吧 因为他lanse位还没出生的 对吧 还没有了吧 对吧 永远都是lanse减一位 是最后一位对吧 那真正的最后一位 先往他最后一位添东西 是不是得lanse呗 对吧 这块是lanse吧 ok 这个都知道了 然后怎么办 是不是得把这个arguments便利一下 把这arguments里面的每一个东西都拿出来 往后添吧 是每个东西往后添 怎么来 this 这里面这是圆形啊 圆形那儿的方法 圆形那儿的方法 就是现在这个数组没存在圆形 是不是就存在了 圆形那儿的方法 知道谁去掉它吗 不知道吧 他知道是are还are吗 数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怎么办 拿谁代替 拿this代替吧 是不是一定是this 等他掉完的时候 是不是谁掉它 谁就是this 对吧 反过来想吧 所以这块是不是this this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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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点lanse吧 是还是谁叫它 谁是this 因为现在你不知道是谁的lanse 是不是thislanse 然后呢 等于啥 等于arguments I 是不是就完事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下一次再循环的时候 是不是数组的lanse 自动就下1了 用不着你自己去加加 对吧 数组就有这特性吧 你给它延长了一倍 它lanse不就下1了吗 是不是这样就完事了 所以现在咱看哈 咱自己掉push好不好使 AR.push4进去 AR.push4 是不是1234 AR再push5进去 是不是12345 对吧 然后我刷新了哈 回归123 AR.push 456 再看一样 是不是456 然后为了和系统原来那个显得一样点 Return一个this点 lanse 来再来刷新 再来 是不是 把返回6 看看是不是真的6 是不是23456 对吧 是不是咱就把系统那个push方法给模拟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种简单的方法 咱不用管是怎么用了 怎么用太简单了 对吧 咱看它怎么写的 对吧 是不是它里面也是这么写的 对吧 好 复制过去 为啥说大家写这个东西呢 一方面给大家启发一下思路 看看系统怎么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 咱们以后要学会在圆形链上编程 什么在圆形链上编程 有东西吧 一会儿下课处再说 往最后处再说 行了 这是push方法 没问题吧 往里放 记住了吧 往里放啊 最后一备放 pop方法 pop是删除 就是现在有123 删除说的不标准 总说pop是先看效果吧 pop 来 它返回是啥 返回是3吧 然后ar 顺便12了 然后ar再pop 再ar顺便1了 它是怎么着 把书组的最后一位 不叫删除 叫拿出 叫剪切数据 对吧 这叫剪切数据 因为你看哈 比如说给你个nam 等于现在ar还是123 nam的arpop 回车 这个nam的啥 就3吧 nam是不是他把最后一位 剪切出来的那个数 就是他会把数 最后一位剪切出来 能懂得是吧 剪切啊 剪切 好OK 这是pop 然后并且这个pop 在执行的时候 不用传残 你传了也白折 我想剪切两位 pop 写个2 看看行不行啊 回车 再看看ar 白费吧 这你传的残 它都会忽略 这都会忽略的传残 对吧 没有用啊 没有用 所以你不要考虑传残问题了 pop就是打最后一位去剪切 push打最后一位去增加 能懂是吧 push最后一位增加 pop是 是他想反的 反应词吧 OK 然后咱看这个 诶 问一个问题啊 这些个上面的方法 都是可以改变原书组的 什么意思 是在原来的书组的基础上去 改变 对吧 年跑 去改变的 添加和这个 和这个剪切 对吧 然后shift shift和unshift啊 shift啥事 键盘有吧 对吧 键盘有 shift哈 咱先看shift和unshift 其实shift和unshift吧 可能说不太像咱们想象那样啊 功能不是啊 我就说这个意思 这个unshift的方法 你别看他加un了 但是这个unshift的方法是添加东西的 比如说你给他加个0 你回车 这个ar 反回长度吧 再看ar 就0123 它是在书组的前边 加东西 它和push是方向相反的 明白我意思不 它和push是方向相反的 就unshift的 一定记住啊 unshift是增加 而且在前面讲 那shift呢 不是减呗 shift在 打前面减 你看是不是双二三了对吧 这四个方法 可不简单 咱再看一下unshift 能不能像push一样那么飘逸啊 来 -1 然后0 看能不能加价进去呗 一回车 能不能 -能 -能反回5了呗 能吧 这个咱就不写了去吧 这个咱不写了 你说这如果写的话咱怎么写 如果写的话怎么写 哎 可没那么简单啊 你想啊 是 每次放0对吧 按这个写 哎 行 给你们试一下啊 让你们看一下效果 不0吗 这不是是一部分吗 不是 是少一位对吧 不但覆盖了还少吧 是不是还少 而且顺序还不对吧 我这块放-1 放0 一定要把-1放0前头吧 你在循环arguments的时候 是不是先循环出的-1 然后再循环出的0 那0肯定在-1前头了 不是负1在0前头了吧 是不是这么多肯定不行啊 这咋写 这没那么简单吗 咋写 有办法吗 先考虑插入的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咱看一个问题哈 这个书组 能不能在他的-1位里面 去放东西 比如说-1位是0的话 看这个书组 没用吧 是不能往前面插东西 那怎么办 这是不是一个方法 这是不是一个方法 我拿一个新书组 然后把这俩书组拼到一起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是把书组拼到一起完事了 而且最好玩的是书组 还有拼接方法 叫concept 都用不着 咱们去把那书组挨个去拿 挨个 push过来 所以你想 如果你这块穿餐的话怎么办 就如果正常咱们不用那慷慨的方法 怎么办 你把参数当成一个新的书组吧 然后把原书组 是push到这个书组里面就可以了 对吧 是把原书组push过来就完事了 正好把原书组 插入到这个书组后面了 对不对 对吧 加清点是吧 好 这个写的话 回经感兴趣的话 自己写一写啊 关键这个方法 自己探索对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讲这个reverse reverse 啥意思 几个意思 ar 是不是123 然后reverse 那见过这词吧 是不是逆转 逆反 回车 是不是31了 他会把原书组 听我说 他会把原书组给你返回来 他不是返回给你新书组 原书组改变了 然后再reverse回去 随便这样了 再看一眼 是不是就这样了 对吧 reverse 反过来调过去 逆转顺序 最近这个闪电侠上新剧了吧 上闪电侠3了 看了吗 出3了 出3了 现在更新到第8集 诚哥咱这么了解的 因为我朋友看了 我确实没看好 我朋友先给我聊天 说闪电侠出第三季了 你知道吗 我这么弱智的剧 怎么适合我看的 对吧 然后后来我偷偷看了一眼 supplies 这回咱得把这个东西写的难一点了 1 1 2 2 3 3 白头说 这个supplies方法 是除了这个sort以外 相对复杂的一个方法 而且它的应用非常多 supplies什么意思 supplies supplies是 切片的意思 切片的意思 来咱看一下supplies方法 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arr.supplies 你们回 我建议一下 你们回去在试方法的时候 建议也在控制台里面用 因为它确实很好用 那是吧 以后无论咱们调错还是怎么着 都得用到这个控制台 调错的时候 咱们用到这个source 咱是最后一堂给大家讲 打断点 打断点就调错 叫debug 行了 然后咱看这 supplies supplies方法呢 里面难就难在它传参数 它可以传好些个参数 不是 现在 我先写 我怎么这么给你写了 我直接写到这 arr.supplies 第一个参数是 从第几位 第几位开始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截取 多少的长度 然后后面 后面还可以有参数啊 再切口处 添加新的数据 新的数据 ok啊 咱试一下 arr.supplies 从第一位 从第一位开始 截取 截取两位 咱就先看截的吧 咱先别齐了 后面这个船 传不看都行啊 天不天都行 就这样 从第一位开始 截取两位 把它拿到这里面来 来 是什么样的 一回车 考虑一下 应该什么样的 哪块是第一位 这是第零位吧 光标定位 是不是第零位 这是不第一位 从第一位开始 是不是在第一位前头 应该包含第一位吧 截取两位 是不是应该截取这俩 是把它俩干掉了 应该是这样 对吧 剩1233吧 回车 他返回的是啥 返回是截取的那个吧 换句话说 截取也是一种剪切吧 这不是完全删除 对吧 你要想关注 他返回结果的话 拿东西接受呗 你不想关注 就不接受了 是不是完事了 对吧 然后再来 是不是1233了 没问题吧 来 回头 supplies 从第零位开始切 切三位 剩啥 返回 112 剩啥 剩233吧 对吧 好 再来 从第一位开始切 切一个 然后 后面加东西了 后面的参数是无穷个 后面的参数是无穷个的个数 后面参数包含啥意思呢 就是你传多少个参数 他就会把你后面的参数全部放到切口处 传多少个都行 无所谓 就后面相当于一个在切口处的一个push吧 这个切手后的push 所以现在应该是10000233吧 回车 再看 100233吧 对吧 好了 纳末问题来了 听我说 是不是看懂了 纳末问题来了 1234 1235 我现在把4填进去 填到相应的位置上 我要把4填到3和5中间 咋写 咋写 supplies方法能不能实现 array 点supplies 然后呢 3 然后呢 然后这块很关键吧 咱就不切了 对吧 是不是切零个 切零个把刀疤是不是留那 我不拿走东西 然后在你这块 签东西吧 是不是填个4 3对吗 这是第零位 这是第一位 这是第二位 三对吗 三对 三对 看看是不是这样了 为啥三对 你看 光标定位的 能看着光标吧 你放大点 光标定位 能看着吧 光标定位这块 这是第零个 这是不是第一位 这是不是第二位 在第二位 如果你不切的话 光标是不往后移 所以在第三位这块定位吧 然后光标切零位 说不切 不切的话 再是块添4 是不是应该这样了 是不是第三位 对吧 三是对的 三是对的 所以啊 就是说 supplys方法 咱用截取的次数比较小 概率比较小 用往里面添东西的概率比较大 有了supplys方法之后 咱们那个shift是不是就好办了 咱那个anshift是不是就好办了 有supplys 是不是在第一位 在第零位 还是截 截零个往里插东西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有它存在就好办了 这个supplys方法是非常强大的 它会把截取完的片段给你反过回来 然后还改变元素组啊 这是supplys方法 是一个切片方法 能懂的吧 切片方法 这些都是寄托吧 好了 说来说去 终于说到 终于说到大哥这来了 sort sort 能截负数吗 啊 我明白的意思 这问题问得很好啊 supplys 这个营寻的意思是 能从负数位开始截吧 对吧 负一位开始截 截零个 看行不行 截一个 是 这块听说 书组这块 一般的书组方法都带负位 回车 把四接出来了 负一是啥意思 倒数第一位 哎 书组啊 一会我讲slice的时候会讲这个负数啊 这块我还真忘了 确实有负数 听说 书组一般的方法里面都可以带负数 负数的意思 这只要书组在这个内部怎么实现这个负数了吗 比如supplys 他这个方法 他这个第一个参数肯定是这个 是位置吧 位置说position对吧 或者location 这个position他是怎么实现的 他怎么把你负数也归正呢 负一为什么是倒数第一位 为什么正义就是第二位 等于 pors 大于零吗 如果大于零的话 这块是pors加等 如果pors大于零的话 加零 如果pors小于零的话 加 this.lens 啥意思 如果你传的是负一的话 负一是不是要加 加几 lens是几 就会 4得啥 得3吧 3是不是在这 3是不是在这 所以听说 系统内部在实现这种lens的时候 他如果是负数的话 他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兼容 他做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融合 能懂是吧 如果你是正书的话 正书我不给你加了 正书你就弄不着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负数的话 我又没法算负数 但是我又想 把你这个负数 意义包含进来 怎么办 加lens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加lens代表负一了 你想想 加 比如说这个负二的话 负二是什么意思 负二倒数第二位吧 倒数第二位是正书第几位 是不是正书第二位 在这里是不是正书第二位 是不是在这了 能懂是吧 反正负极 你可以记住倒数第几位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他怎么来实现的 是不是加lens就完事了 对吧 加lens 所以编程这个东西吧 尽量你学完了之后 尽量你学完了之后 你学的是编程 而不是学的是技术规律 技规律没意思 编程你知道 真正学经济的人 搞经济这帮人 是非常羡慕咱们的 你知道真正在这个金融领域 在经济领域 高手都是干嘛的吧 高手都是之前编程的 咱们这种程序化思维 是特别有利于这种金融 政治这些 这些一个思维的一个启发 特别有利于 他们经常向咱们来学习 我知道很多个这个投资公司 包括蓝天公司 美国那个 美国 就压这个 该比小的话压那个 能懂得是吧 他完全齐齐托管 全是这种高 高编程的人 金融和编程是 脱不了关系的 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咱们这种思路 你把这个思维学会了之后 你看这个东西 咱想的是 那附属就倒是第几位吧 可你放到数字上面 去实现的话 那就是另一种思维了 能懂得是吧 一定得学到这个过程 这是另一种思维 什么意思 如果越界对吧 如果越界 比如证数超越界了 那前面还得加个判断 他前面还会加个判断的 越界怎么办 能懂得是吧 会加个判断的 有一个我看 几块原码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呢 看一下 看个原码 有个方法 这个就是判断这个 就是这块 这个东西 你看 他写的是不是 我写的东西 接等于一个什么什么 加 然后小于零怎么样 加一个lens lens等于 就是他这么判断的 然后最后他还判断一下 什么样的 你这个参数才有意义呢 首先 这个算完的接得大于零 还得小于lens 换句话说 在咱们这里 在咱们这里 比如说你这个pose 是不是算完了 算完了这个pose 得是大于等于零 才有意义吧 或者 pose 小于 lens吧 小于等于lens 才有意义吧 就如果你放超界了 比如说你数组的长度 才是五 你放个100进去 它是不是一定大于lens了 大于lens不合格吧 如果你数组长度是五 你放个负100进去 那算完之后 它是不是 小于等于零啊 是不是也不合要求 就判断一下呗 懂了吗 是指尖问的吗 谁问的 是吧 来吧 讲到最后讲sort了 sort是一个 还要 还要吗 给你留着吧 sort是一个我最愿意讲的一个方法 因为一般人讲不明白 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一个有序的数组对吧 现在呢 有序数组没意思 无序 三四 三四 零 负一 九 ok 是无序 无序的话 我想按这个数组变得有序 怎么办呢 一二二点 sort 它就会给你排序 排完序 是不是知晓到大的一个顺序 对吧 sort方法 就是给数组 排序的 就是给数组排序 而且改变元数组吧 是不是在元数组的基础上去改 更改它 对吧 然后呢 你看啊 这是要什么组 升组还是降组 我想降组 我想降组 reverse对吧 哎呀 太聪明了 同学们 sort 然后reverse对吧 这就降组了吧 好 降组了 没问题吧 换个要求 看好啊 看好 一三五四十 升组排完啥 一三四五对吧 这是咱们理想中的排序吗 这不是吧 他把你这个东西全当成了字符 是吧 阿斯克马牌的 对吧 就是这个排序 他可以排字符 他是按阿斯克马牌的 但是啊 他这个排序 不是咱们想要的吧 是不是咱想要那个 和他相差甚远 咱想要数字排序 对吧 而这个方法是这么给的 所以说这个方法 后来说了 这方法说了 这扫子说了 这个 我这个可能满足不了你需求 那你想让你自己的需求 你自己实现去吧 所以他给咱们留了一个编程接口 里面呢 咱可以添一个function 匿名的function 这个function干嘛的 咱把这个function通过自己的方法添冲完了之后 咱就可以让这个soul的方法按照咱们想要的任何一种方式来排序 就说 让按照咱们想要的任何一种方式来排序 这里面呢 添点东西 必须要写两个参数 就说这里面必须要写两个形参 而且这个function你不用写名字 这就是一个函数引用吧 那东西是吧 这个函数引用类似于啥 比如说你现在把这个东西 把一个function写到外面 你把这个test的添进去 是不是添个引用进去 都行哈 所以莫不如咱们直接在里面写了 这个function 系统会帮你 听说这个function用不着你去调用 系统你把这个东西当作参数传进去 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帮你去调用的 那东西是吧 只不过咱们把方式里面的规则给它写好就OK了 规则是什么呢 第一条规则 必须写俩行参 我就先写这了 后期你就自己就记住了 就不用记住这东西 必须写俩行参 咱们拿一个简化来代替了 写个A写个B吧 当然你喜欢XY也行 喜欢啥都行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是规则 第二步是规则 第二步是啥规则呢 我先写着 你先记住 规则是 看返回值 规则是看返回值 看这个函数的 return值 什么规则呢 第一条规则 当返回值为负数 10 那么前面的数 放在前面 你别管啥意思 第二条小规则 当 就是为正式 为正数 那么后面的数 在前 为0 不动 OK OK 行了 啥意思啊 升哥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我把这个东西 烤到这来 一会儿方便咱们写 大家听我说 别着急啊 别着急 这两个数呢 说的是这两个形参 然后他们听我说 这个函数调用完了之后 他们会 他会怎么样调用这个函数呢 首先这样 听我说 他会怎么样调用函数呢 这个函数 他会被调用无数次 具体多少次是可求的 但一会儿你要有兴趣的话 自己求一下吧 首先第一次调用函数 第一次调用函数的时候 他会把数组的第一位和 第二位给咱们传进来 第一个是一 第二个是三 能懂你是吧 第一次调用函数的时候 他会把一三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干嘛呢 通过咱们的一系列规则 比较 比较完了之后 当你认为 当你把他的返回值 返回为正数的时候 当你把他的返回值 返回为正数的时候 有什么规则 后面的数在下吗 当你的返回值为正的时候 比如你返回一个一 他就会让三和一调换位置 这是不是三是后面的数 他会让三跑一前头去 能懂是吧 当你返回的值为复数的时候 那前面的数据在前 他就不变 能听懂话吧 泽磊 你会吗 会那你玩吧 那泽磊听我两遍 没事 咱们听课吧 没必要你都抬头 都会了 那你就可以干点别的事了 无所谓 那你要不会 那你就是嘚瑟了 对吧 再说一遍 这个sort会把里面的函数 执行无数次 每次执行的时候 他会传里面两个参数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他会把第一个数组 第一位和第二位放进去 当你的返回值为正的时候 他会让后面的数 跑到前面的数前面去 当返回值为负的时候 换句话说 前面的数在前面 就不变 能弄去吧 而具体 你什么时候让他返回值为正 什么时候让他返回值为负 那就是咱们需要控制的事了 系统只告诉我们 说你要是返回值为正的话 我就让后面的数在前面了 你要是返回值为负的话 我就让前面的数在前了 然后他传参的顺序 怎么传呢 第一次传13 第二次传15 第三次传14 然后传10 然后35 34 30 这符合一个冒泡排序的一个算法 冒泡排序 咱们后期算法课在说 你要是记不住 这是冒泡 你就记住 先是1和3比 然后1和5比 1和4比 1和10比 然后3和5比 3和4 3和10 然后54 50 40 明白吗 接下来我定义规则了 我先直接写 我带你再理解 我定义规则了 我的规则是 反正你这么传吗 我的规则是 当A大于B的时候 我返回正的 否则返回负的 我就拿正1负1来表示了 然后这块咋理解 来试一下 当1大于3 拱拱 当1大于3 第一遍 当1大于3 是不是第一遍传1三 当A大于B A大于B吗 现在 不大于是不是走 IELTS IELTS是不是不动 他哥俩不动 然后是不是1和5 1和5比 1大于5吗 A大于5吗 不大于吧 不大于是不是他哥俩也不动 然后1和4 1和10是不是都不动 是不是第一圈完事了 然后第二轮再来 3和5比 3大于5吗 3不大于5 是不是还是前面的数在前 返回负数 是不是就前面数在前 前面数在前 是3在3的位置 5在5的位置吧 咱谁也别动对吧 然后3和4比 是不是也不动 3和10比 是不是也不动 然后接下来5和4比吧 5和4比 5大于4吗 5是不是大于4 5大于4咋整 换位置吧 对吧 后面的数在前 对吧 咱俩换一下 是不是他变5了 然后 怎么着 然后 这个位置的和那个位置的比 对吧 不要认数认位置 是不是刚才是这个位置的数 和这个位置数比 现在这个位置数和 这个位置数比吧 4和10比 是不是小约 小约谁也不动对吧 然后5和10比 是完事了 不动吧 这是升区将去 这是升区吧 咱们通过系统给咱们留的接口 自定义的规则 是不是弄出来升区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下写了 2什么 10 20 13 4 8 9 这是18吧 来吧 比一下 A大于B吗 第一个2和10比 是不是大约 小约 小约对吧 然后2和20比吧 小约吗 小约吧 2和13 是不是都小约 一串小约吧 然后10和20比 是不是小约 10和13比呢 小约10和4比呢 大约了吧 大约好 换位置吧 大约是不是反为正义了 换位置 这是4这是10 然后4和18比 是没事 4和9比是没事 然后第三轮 你会看到哈 第一轮进行完了之后 他会把最小的数 放到最前是吧 第二轮进行完了之后 他会把第二轮的 最小的数放到前是吧 第三轮是不是一次 第三轮20和13比 是不是大约 大约是不是换位置 对吧 是换位置 因为大约是不是反为正义 换位置吧 然后13和10比 是不是大约 还换位置吧 是把他变成10 把他变成13 对吧 然后呢 10和18比是没事 10和9比是换位置 让他变成9 变成10了吧 对吧 然后是不是这前三位 肯定按出去了 是不是看第四位开始 20和13比 是接着换 咱哥俩换对吧 然后13是8 然后13是8 13和10 是不是得换一下 是不是10到这了 这是13 然后他他俩比 是不是他变18 然后他变20 然后他俩比 是不是他变13 他变18 对吧 然后他俩再一比 是不是就是18 是不是就是20 能弄意思吧 是不是这么来比的 这是书组 就是吧 这是sort的方法 给咱们的一个 比较的顺序 刚才比较的原则 结合这个比较的顺序 就叫咱们算法里面的 冒泡排序 有东西的吧 就刚才这整体的过程 就叫咱们算法里面 冒泡排序 但今天咱讲的 不是冒泡排序 咱讲的是这个书组算法 这个时候没问题 最后完事之后 是个生序吧 是完事之后是个生序 好 变 咱们要把这个东西 变到最灵活 当a小1b的时候 反为正义 再来 a小110吗 2小110吗 小1吧 小1怎么着 小1是不是 小1变化了 换成这个了吧 换成2了吧 然后10和20比 是不是不行 小1吧 是不是还得换 接来是不换了 然后第二轮 是不是又换 换完之后 是不是13在前面 反正这一系列 换完之后 是不是变降序了 是不是通过这个的改变 咱们能控制升序和降序 对这吧 然后再把它换回来 是不是变升序了 所以想要升序的话 是不是这么写 就是a大1b的时候 是这样吧 然后 是不是反过来 就降序 那你说成干价没算0呢 0反正它也不变 你怕它干嘛呀 对吧 0的话反正它也不变 那接下来 我想简化一下 这种写法我嫌恶心 有它简化方法吗 有没有什么通事 这是降序的话 它升序降序 这是大于是不是升序 升序吧 我比你大 第一个数比第二个数大 才调换位置 是不是一定是升序 对吧 你看a大b小 要把b放前进去 肯定是升序吧 对吧 能不能总结一个通事 这么寄我钱麻烦 对了 这可太好了 我问大家问题 a大于b a大于b怎么解释 a大于b换种写法 数学学过吧 把b拿过去 是不是减 减b应该 大于0吧 减b大于0 那小于呢 比如说i奥斯呢 i奥斯是a减b 是不是小于0 大于0 a减b 当a减b大于0的时候 我要返回一个大于0的数 那我就返回a减b的结果 不完事了吗 然后i奥斯是当a减b小于0的时候 我要返回一个小于0的b 我要返回一个小于0的数 是不是也返回这个结果完事了 也就是 当a减b大于0的时候 我返回a减b是不是完事了 然后当a减b小于0的时候 我返回a减b是不是完事了 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我返回a减b 是不是都是升序啊 对不对 是不是无论什么时候 我返回a减b都是升序啊 你想当a大于b的时候 我要返回一个正数 反正a减b是正数吧 当i奥斯是不是a小于b了 a小于b我要返回复数 那还是a减b呗 对吧 好那去 重来一遍 重新推导一遍啊 这是个数学问题 这已经不归编程范畴了 来看这啊 a大于b是不是要返回正数 你别管这1的事 1我只是犯犯了这个正数 对吧 返回10也行啊 a减b大于0 a大于b我要返回正数 a大于b是不是就是a减b 它是正的 那我这块换一下 换成a减b行不 是不是和1的效果是一样的 反正走到这的话 a肯定大于b对吧 对不对 然后 i奥斯呢 i奥斯的话 我要返回一个复数吧 当i奥斯的时候 说明a不大于b a不大于b就是b大于a吧 b大于a 是不是b 是不是a减b还是个复数 那这回我要返回一个复数 是不是还是a减b这块返回 那横数都是返回a减b 那我还用e符干嘛呀 我是不是直接就是 返回a减b就完事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不对 就这样懂啊 不是你们没听懂的 是不是就是返回值 换成a减b没听懂 其他都懂了吧 对吧 其他都懂了吧 这个很简单啊 我问你问题 a大于b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返回正数 a小 然后a不大于b的话 是不是有返回复数 那你看 a大于b是不是相当于 a减b大于0 是不是a减b大于0 那我a大于b的话 我返回a减b行不行 我返回a减b的结果 是不是肯定是大于0的 我这块的要大于0嘛 然后i奥斯的话是什么 i奥斯是a不大于b的话 是不是就返回复1 a不大于b 那就是a减b一定小于0吧 a减b小于0的情况下 我要返回a减b 是不是也是返回一个小于0的数啊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 要返回a减b就完事了 是不是也是返回a减b 因为这个情况 这个走i奥斯的话 是a不大于b a减b肯定是返回复数 只没满足刚才的需求 所以你横数都是返回a减b 那你就直接返回a减b了 这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a减b需要啥 升序吧 那降序呢 降序是a a怎么着 a小于b的时候返回正义吧 然后i奥斯 recer-1对吧 复数返回复数哈 那a小于b要返回正书 是不是返回b减a就对了 a大于b要返回复数 是不是还是返回b减a 所以说咱们recer-b减a 就是降序了吧 那这个你要能记住最好 你要记不住的话 你是不是推就行了 推完之后写的那个是不是ok了 说完事了对吧 咱试一下返回b减a 保存刷信 sort它 保存 保存保存保存 怎么回事 recer-b减a 不可能有错 不可能有错 这好没排序吧 啊 没排序啊 我看啊 哪块哪块他写有问题了 一直行 不需要不需要一直行啊 我看上面是不是写什么 写出什么东西了 都不需要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 sort 咱返回这个a减b吧 a减b咱是 我是不是少写什么东西了 我看看啊 sort 这个什么好吃 不是kb减啊 kb减啊 保存刷新 再来 刚才我看的是什么东西 刚才我是 sort 啊 啊 不对哈 就是我在这块人执行完了 对吧 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直接看结果也行了 直接看结果也行了 不能麻烦 已经完事了 直接看结果 来 直接看结果 这样吧 对吧 直接看结果 然后这个数组再sort sort 我不能直接调用sort 对吧 刚才在这边啥 咱sort里面得写函数的 你这叫sort有啥用啊 说没啥用 这叫sort的话 他说比亚瑟马 对吧 比亚瑟马吧 懵了哈 就咱这个东西 得得得得这么来 ar.sort 直接写方神书方里面 然后执行了吧 这叫 这个直接就执行 不用不着什么力气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个引用 传说让系统帮咱们掉 对吧 让系统帮咱们掉 就应该这么写啊 然后玩点难的 是不是都能理解了 这个都能理解了吧 玩点难的哈 玩点啥难的呢 这样哈 出个题哈 这个题我给你讲 这个题我觉得我出的特别自豪啊 这个题我出完了之后 这题是这样的 这题叫 给一个数组 给一个有序的数组 乱序 我给你个有序的数组 一二 一二三 四 五六 七 给有序的数组乱序 这题吧 我为了体现一下 我自豪感 我给你看看啊 我出了一个原题哈 来 随机的哈 来出了个原题 看啊 随机打乱原数组顺序 然后一次性发挥 我出了个原题哈 就是 之前给你们讲 之前给你们讲 说字都没差哈 随机打乱一个数组顺序 现在给你们改几个字 这是真出过哈 因为这个题是今年 九月份的题 然后九月份之前 我交过一二三四五六 都给他们讲了哈 然后你问问他们去 是不是原题哈 一模样 我先除了人后出的 考我的结果 对吧 给他乱序 首先铺垫一个东西啊 乱序的结果是每次乱序 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哈 就是你这次执行和下次执行不一样 他都乱序不一样的 有一个东西叫Mass Arrhythm Mass Arrhythm是产生随机数 产生一个0到1之间的开区间数 0到1之间的开区间数 那东西对吧 每次都不一样的 特别小一个小数啊 乱序 用啥方法乱序 用啥方法排序 是不是Sort 用啥方法乱序 还是Sort 乱排这关事 你特别启发智力道题啊 嗯 把我学习序 哎 太厉害了 咱每一次啊 返回的时候 是不是都有理可据的 有理可循的对吧 要不就这个代那个 反回对吧 当我们没理可循的时候 随机的 有可能这回反回负 有可能下回反回负 有可能下回还反回负 没道理 那这个时候 他是被乱排了 对吧 那怎么让他没道理的反回 是不利用随机数这个东西啊 随机数Math Arred 它返回的是0到1之间的开区间数吧 它不一定是啥 你看啊 Math Arred 它每次不一定返回啥结果 看到了吧 反正总之肯定是0到1之间的 肯定0到1之间的啊 发心 那0到1之间的 我想让他可正可负怎么办 哎呀 减1 减1不减没了吗 全是负的了吗 减0.5是不是就完事了 或者0.5减他是不是行啊 都行吧 因为他 因为既然你返回的随机数 是0到1之间的开区间 开区间的东西是吧 知道啥开区间吧 我们开区间 开区间必须 开区间就是不包含两头的 左开右臂 左臂右开 对吧 是不是高中 初中老师讲的吧 B区间是不是方过号 包含0到1吧 开区间数永远不可能到01 对吧 这样一个开区间数 然后呢 你让0.5减去这个开区间数 是不是这个开区间数 有可能是0到0.5之间 有可能0.5到1之间的 所以你这减的话 是不是概率一半一半 有可能证有可能负吧 但是不好说哪次证哪次负 对吧 不好说哈 所以这样的话 他每次返回的就是一个随机的值了吧 那随机的值那就肯定乱续了 这回他没规律 所以你这回你看 你看AR 随便这样了 下回你再看AR 保存哈 来 再刷新 再看AR 再刷新 再看AR 不一样吧 再刷新 再看AR 是变这样了 再刷新 再看AR 是每次发挥结果都不要 这就是给一个书组乱续哈 这题吧 还真不是我原创了哈 这题真不是我原创了 这题是好几年前 别人在面试我的时候 问的我的一道题 但这个题绝对是他原创了哈 这题是他原创了哈 就是这个面试官很调皮 最后是实在没啥问的了 就问你个问题吧 考考你哈 然后说你这样吧 给你个宿主 排序会不会 排序会啊 一顿讲对吧 讲完之后 不行不满意 来个乱续 你现在给我考到了哈 当时我也没那么聪明 你现在给我考到了 你怎么排啊 他说哎 不会就对了 我教教你对吧 是吧 然后显示一下自己多厉害 对吧 然后告诉我二面通过了 等三面就完事了 百度哈 百度问的 这谈法还挺有意思 这这题 反正后来两三年就没出现过这题 今年又出现了哈 这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咱不玩这样的哈 咱玩一个更难的 一定清楚 一定的明白他的原理 现在呢 给几个对象 这个对象 比如说 第一个是 我 什么诚哥 然后呢 name 然后呢 age 可能才18 对吧 sex mail 然后可能有其他属性 face 可能handsome 对吧 OK 满足了 name 邓 对吧 age 40 sex an typhan 好 然后face 我喜欢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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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 行吧 然后再来一个 然后来个小张 name 小张 name 考虑一个问题哈 我会一会儿要排列这个对象群 我把这个对象会放到这个数族里面 我要给这个对象按照他的年龄排序 sex 可能是mail 然后 不加了 就仨 然后现在呢 把这三个对象放到一个数族里面 第一个放 然后放凳 然后放张 OK 我给这三个对象排序 按照什么排呢 按照他们的年龄排 年龄升序 要我出题 我绝对出这样的题啊 应用类的题 给年龄排 按年龄排 怎么办 能排吗 肯定能 每一次他会把参数按怎么样传进来 这第一次传的是 你俩对象啊 那有对象 你都拿到对象了 那就给他排呗 怎么着 E负乘点 A点 A点 A字 大于 B点 A字 管他大小先写着呗 一会儿不可以改呗 对吧 是不是返回个正数 对吧 Ils 返回个 复数 是不是完事了 那现在保存刷新 按照正常处应该排完 应该之后是张 应该是我 然后张 然后是邓 对吧 刷新 A 这样看 是不是第一个是我 第二个是张 然后第三个是 邓 没错吧 是不是就排了 是不是也挺简单 换句话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简化 Return A点A字 减B点A字 不就是这样吗 关键是你得把AB用灵活了 你得知道每次原理是怎么来的吧 有了原理之后 是不是想怎么排怎么排 对吧 想怎么排 所以这个 这个sort 一定能把里面的精髓掌握懂 掌握懂了之后 你才能灵活用吧 这怎么排都可以 OK 行了 现在我给你个数组 给你个数组 第一个数组里面 ABC 然后BCD 然后呢 CCCC 然后DDDD 然后什么一大堆 然后再给一大堆 再来一大堆 现在啊 我想按照字幕刷长度排序 按字幕刷长度排序 怎么来 R点sort 怎么来 是不是function 还得这么写 对吧 A 然后B 然后呢 A点 Lens 减B点Lens 直接就能这么写了 对吧 来 再看一下 A22 是不是这样了 按长度排了吧 是不是越来越长 好 这没啥难的 我要按字节长度来排 字节长 咱不如有内作业了 对吧 那咱得封装个方法 调个方法了吧 是不是这样简单 对吧 先求一个return base 一个方法 是不是传进来string 对吧 返回它的字节长度 怎么返回 来一个NUM 一开始 一开始等于string.Lens 是不是for循环 等于零 然后呢 I小于 string.Lens 对吧 I加价 然后呢 然后呢 if str.x code I下 这方法啊 这个string的方法虽然说咱没系统的讲 但你建一个寄一个呗 对吧 以后会系统讲的啊 I 然后呢 大于 255 怎么着 NUM 加价 NUM NUM 加价 一本是吧 是不是return这个NUM 对这吧 这是不是求一个 验证一下 for一个string 等于 hello 凳 对吧 hello凳 然后 return base string 传进去 多少位 这应该是7位 对吧 就返回7 没问题吧 OK 好了 现在 传一个A凳 B凳 BA凳 对吧 来个凳 然后来个老凳 对吧 然后来个残凳 对吧 行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B吧 怎么来 A是个字幕串 对吧 怎么着 掉这个函数把A传进去减去掉这个函数把B传进去是不OK了保存刷新 这肯定是按自己长头牌的对吧 这不三四四四四六 然后一大堆对吧 好 OK 这不都能做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小功能实践完之后慢慢促载慢慢促载 它能成为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对吧 它能成为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残忍啊 行了啊 行了啊 OK 这是数组的上面这一系列方法啊 上面一系列方法 然后把下面的方法讲完之后下课休一会儿啊 下面这个方法特别的简单 先说这个concat concat是连接两个数组 现在我给你一个数组啊 里面有12345 今天这档课好好听啊 因为跟之前的课没啥太大联系对吧 那太联系啊 再来一个1等于789 789 OK保存 现在are.concat are.concatare 他会把后面的数组拼到 他会把后面数组拼到前面数组上 并且挺好啊 并且并且规则发生改变了 咱们之前讲过的都是能改变元数组的 这些是这几个是改变不了的 改变不了啥意思 拼完了之后是个全新的数组 不会影响原来的两个元数组 能懂是吧 拼完的是一个灰车 是个这个东西 是拼起来了 然后元数组are 是不还这样 这叫不能改变元数组的方法 能懂是吧 是concat 记忆的时候一定要把这7个 给单独拿出来记 这7个是能改变 就是无论是ES3的 ES5的 ES6的 凡是能改变元数组的方法 都是这7个 ES5提供的几个方法 ES6提供的几个方法 都不能改变元数组 能懂是吧 就这几个能改变元数组 这很重要 一共7个方法 记住啊 就7个能改变元数组的 concat 并且这个concat呢 你们是不是4,6集都过了 你们4,6集是不是都听过 对吧 但是你肯定没听过concat这个词 就算是专业学英语的都没听过 因为这个词是咱们计算机给英语造出来的 计算机给英语 你要搜的话 它给你显示计算机英语 连音标都没有 concat的连接的意思 concat 那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你猜呗 可能把俩猫连一起对吧 concat concat 然后接下来咱讲tothereen tothereen还能讲吗 书组的tothereen就是 把书组给你变成字符串 展示出来 是tothereen的东西是吧 是不是书组自己重写的 你重写tothereen啊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slice方法 slice方法呢 是截取和那个supplies有点相像 但是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有点相像什么意思 比如说现在啊 里面什么来着 123456对吧 123456 我要从第一位开始截 这么说slice里面 可以添0个参数 可以添一个参数 也可以添俩参数 先说俩参数的 添俩参数是从第一 我写这吧 slice啊 从d从该位开始截取 第二位是截取到该位 不是截取了 是截取到 懂得懂我意思吧 截取到 所以现在从第一位开始截取 截取到第二位 第一位在哪 这是第0位对吧 这是第一位截取到这 是不是 只截取一个2 返回 是不是直接截取一个2 然后看元素组 还那样 不改变元素组吧 不改变 所以既然他不改变元素组 那他关注的就只能是他的返回值了吧 所以你slice完之后 你千万得拿个东西来接受啊 否则的话 你slice没有意义吧 是没有意义 叫new array 等于slice 从第一位开始截取 截取到第三位呢 这是不第一位 这是不第二位 到这停对吧 截取完23出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new array 是23吧 对这吧 new array23 这是俩参数情况 一个参数的情况 那当然俩参数的情况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前复出啊 就到时候第几位啊 那个一会来说 一个参数情况是 从第几位开始截取 一直截取到 最后 从第一位开始截取 一直截取到 最后 那就是 23456吧 new array 是吧 23456 就是从第几位开始截取 截取到第几位啊 然后当然了 这个可以添负数 然后从第-3位 -4位开始 那加6呗 就相当于从第二位开始吧 -4位开始 是不是倒是第四位在这 是吧 倒是第四个 就这个吧 相当于第二位开始啊 是不是三四 5-6 对吧 你要不懂复数 你是不是加lans 一把事了 要不懂复数加lans啊 当然了 人家提供的复数 是为了让你更好理解的 复数不倒是第四个吧 而且倒是第四个 你直接查个就行了 你都不用从零开始查 是不是查个就行了 对吧 就是为了方便的哈 不写 那就是整个截取 不写就是整个截取 new array 是不是整个截了 是吧 整个截 那还有用吗 你别说还真有点用哈 只不过现在咱用不着 以后还真有用 以后咱们想把一个类数组 转换成数组 想把一个类数组 转换成一个数组 就用slice 空结 截取整个长度 但是却把一个 另一个东西转换成数组了 以后来一会儿再说 slice空结是有用的 这是slice 没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方法 叫join join和sublate join这个方法了不得哈 ok 现在是这样 我掉用join ar.join join里面呢 可以传参数 参数传啥都行 当然必须得字符串 行是的 你传空串 也得传串 如果传一个杠的话 他就会把数组里面的 每一位 都连接起来 并且给你返回一个字符串 你反过这个东西 会把数组的每一位连接起来 按照什么脸 按照你的 你传的参数去脸 那东西是吧 你要传个碳号 他就会按碳号来连接 你要传个波浪号 他就按照波浪号来连接 你要传 你要传老邓的话 可以按老邓来连接 就这样 就这样 当然了 你要说正常排的序号 1234567 然后后面传邓嫂 是不是给邓嫂排个号什么的 对吧 都行了 好表示 数字可以 但是必须字符串得行了 你说单独加数字 试一下 这也行 但是最好最好你加字符串 标准语法这么规定 标准语法这么规定 数字也行 数字它和字符串都是原始值 但凡是原始值都行 但是建议你还是拿字符串原始值 懂东西是吧 因为它拼到最后的不也拼成一个字符串吗 拼到最后拼成一个字符串 这是这个join 这个join它是有用的 而且非常有用 join和join可逆的一个东西叫Supplet 叫Supplet Supplet不是 就说Supplet是字符串的方法 它不是输组的 但是它却和输组方法可逆的 比如现在我让一个数组等于arr.join 是不是这个数组是什么样的 数组这样的吧 然后数组有一个方法叫Supplet Supplet的方法是按照什么拆分 拆分成数组 字符串有个方法能拆分成数组 数组有个方法能组合成字符串 比如说按照杠来拆分 拆分为书组的话 它就会返回一个这样的书组 是不是互逆的 你按什么东西连 我就能按什么东西给你拆了 懂得是吧 按什么东西给你拆了 比如现在123456 我按4给它拆呢 我中间添4 我按4给它拆 拆成几个书组 拆成两 这样的吧 按哪个拆 是否把哪个就咔嚓了 弹掉了吧 是不是就没了 按4拆 4就变成一个截取符了 是不是就没了 对吧 按这个杠拆的话就没了 这俩是互逆的 这俩是互逆的 Supplet可以返回书组 书组可以返回字符串 懂得是吧 叫Supplet的方法 Supplet Supplet的方法 然后Joy方法 就可以返回字符串了 懂得懂得是吧 好了 应用一下 这个Joy到底是 搁哪应用的 现在我给你 好多个字符 对不对 我给你好多个字符 字符串 比如第一个字符串 是阿里巴巴 这是一道题 然后第二个字符 可能说是百度 然后第三个字符 可能说是腾讯 Tencent 第四个字符 可能是头条 头条很厉害啊 最近听说了吗 头条现在又出名了 网易 头条的深度算法 人工智能推送是最强 就你上头条 但凡你上来之后 你这新闻就看不断了 他会把你最喜欢的所有东西 一切全给你 让你不断的看 不断占有你经历 而大家普遍喜欢的资源还特别多 对吧 比如说女孩子特别喜欢购物 特别喜欢看那种时装那种东西 你就看去吧 你要认真的话 这辈子可以这么过去就好 他绝对给你推动 你看不完 行了 给你这么多个字符串 现在听说 我要把这么些个字符串 以逗号的形式全连接到一起 拼成一个长串 以杆的形式拼成一个长串 不用了 太麻烦了 我就要把这个字符串拼到一起 什么都不用加 就拼到一起 之前有道题都这么给的 一个比试题面试题 给你50个公司的名称 让你把50个公司名称拼到一起 有同学这么多的 整个这简单的 看好 Stream Demo 别的了 Stream Final 等于 Stream1 加Stream 加Stream2 加 采取一个加的方式 或者 有一个更高级的方法 把它们放到数组里面 StR StR1 StR2 StR3 然后呢 StR4 先来写到这吧 然后写个Fall循环 写个Fall循环 I 小于 AR.Lens 然后I++ 然后呢 同样定义出一个 World Stream Fall 等于一个一开始等于空串 然后让这个空串啊 加等于 加等于ARI 能不能实现的 无论是你挨个加拼到一起 还是这么写 能不能实现呢 都能实现 但是听我说 不好 为啥不好 你想一个问题啊 这块大家讲一下啊 一定要听懂 既然我讲了 你也听懂啊 字幕串放到哪块存着 字幕串放到哪块存着 站还是堆 站还是堆 站内存力吧 是不是字幕串 它原始是不是放到站内存力里面存着 站内存力有个规则 叫什么 叫first in last on 先进后出吧 那在箱底里面压着的东西 你把箱子上面是不是拿走 再拿那个东西 所以你访问站内存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站内存的东西 拿出来拼到一起 再拿出来再拼到一起 再拿出来再拼到一起 是不是来回折腾这个站 是不是来回折腾这个站 对吧 慢点啊 慢点 怪吓人的啊 来回折腾这个站 效率是不是肯定低 所以字符串的连接 是一种站内存的连接吧 连完之后效率是低的 咱尽量不用站内存 那用什么呢 咱说在这个数组 是一种散列存储结构 是一个堆内存 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 全放到数组里面去的话 然后利用数组点join 它是通过一个散列的算法 去找它的 它的散列 以后咱们会讲这个散列 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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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不是散吗 散列结构啊 散列结构 是这件散吗 看谁长了之后不认识的呢 SCR4 SCR4 SCR5 这么来放的话 然后最后数组点join 是不是可以了 这样的话效率是高的 这样的话比那样的站内存来回的连来连去是比较高 因为它散列结构散列结构连到一起 还好一些哈 这是书主 这个join里面既然说你不需要什么东西来连 是不是传空串的办事了 哎 但是说 这还不传行不行 不传它是按斗号来连的 不传 你不传它按斗号来连 看着了吧 你要传的话 它才是 啥都不连的 等等是吧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这么来写 所以这是join ok 行吧 下课休息会儿吧 下课休息会儿 下课休息会儿